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2022年2月2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省委书记景俊海到省工业技术研究院 就工业技术成果转化 中小企业培育等工作进行调研 景俊海会见企业家合作考察团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骏到通话市 开展服务企业大调研 奋进新征程建工新时代专栏 今天播出吉林省不断加快深层次改革 为振兴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到省工业技术研究院 就工业技术成果转化 中小企业培育等工作进行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充分发挥优势整合各方资源 集聚创新要素 着力促进关键技术产业化和新兴产业集群化 为全省工业研链补链强链提供服务保障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景俊海实地查看 省工业技术研究院筹建进展 人员配备等情况 通过展板详细了解组织架构 功能定位和重点项目建设进度 看到省工业技术研究院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和技术创新成果转化项目正在积极推进 景俊海十分高兴 他勉励大家坚持市场导向 拓宽思路视野 善于学习借鉴世界一流经验 探索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运营模式 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形成特色 努力构建科技成果和产业企业顺畅对接的有效机制 让更多工业技术人才有机会成长为成功的创业者企业家 调研中景俊海主持召开会报会 在听取并肯定省工业技术研究院工作后 景俊海强调 省工业技术研究院作为推动全省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必须立足吉林振兴发展实际 准确把握自身功能定位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促进科技成果就地就近转化 精准选于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 源源不断地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一要以新兴产业发展为方向 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聚焦全面实施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围绕发展六新产业 建设四新设施 积极组织开展重大产业技术动态研究 着力抓好重点产业重大项目重要平台谋划 为各级党委政府和企业产业战略决策提供支持服务 二要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为源头 着力打造协同高效的成果转化平台 加强科技成果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 提升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能力 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省内转化落地 三要以专业企业孵化器为依托 为企业发展提供系统增值服务 更好地激发中小企业活力 四要以投资为手段 与社会资本建立利益共享 风险供单的长期合作关系 采取私募股权投资 风险投资等多种方式 深度挖掘先进技术和成熟项目潜力 有效扶持中小企业 做强 做优 做大 无要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服务主体 着力提升产业技术创新带动能力 为新兴产业壮大提供解决方案 为区域经济发展培育新兴企业 省职有关部门一定当好坚强后盾 为省工业技术研究院建设发展 创造良好条件 胡佳福 蔡东参加调研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在长春 会见由格鲁吉亚麦威航空 亚洲区总经理林军 西安旅游集团文化旅游产业公司 总经理徐亮 西安维托尔农业科技公司 董事长梁小薇 西安东盛集团董事长郭家学 等组成的企业家合作考察团一行 景俊海向各位企业家表示诚值欢迎 他说当前吉林正处在历史上升期 产业增值期 发展提速期 振兴黄金期 我们正在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大力发展六新产业 加快建设四新设施 推动形成三个万亿级大产业 和若干千亿级规模产业 努力构建多点支撑 多业并举 多元发展新格局 希望各位企业家 紧紧把握吉林振兴发展的时代机遇 围绕吉林 现代农业 通用航空 现代文旅 人参产业等领域 深挖优势资源 深化投资合作 深耕广阔市场 携手谋划推进一批重大项目 争取更加丰硕合作成果 实现更高水平互惠共赢 企业家合作考察团成员一致表示 吉林自然生态美 产业基础好 营商环境优 为投资新业合作发展 提供了良好条件 一定紧密结合自身优势和吉林需求 深入吉林各地考察项目 对接合作 努力推动投资和项目落地 助力吉林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 实现高质量发展 胡家福 李伟参加会见 省政府决定 从2月16号到3月25号 在全省开展服务企业大调研 摸清诉求 制定为企业办实事清单 更好的服务企业发展 2月22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骏 到通话市 开展服务企业大调研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以更大力度 更有针对性措施 破解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 读点难点问题 助力企业加快发展 为全省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柳河县中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电池副级材料 石墨电极生产规模 位居全国前列 韩骏走进车间 了解生产工艺等情况 得知企业用能量大时 要求有关方面 在绿电衔接保障 电力增容等方面 给予支持 支持建设 自带负荷绿电项目 帮助企业解决用能问题 通话建新科技有限公司 是全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单向冠军示范企业 是全省唯一荣获 两项国家级输融的企业 韩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 了解到产业急剧度不高时 当即要求有关方面 以企业为龙头 坚持以商招商 产业链招商 推动上下游企业 在地集群发展 通话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是全国医药制造企业100强 企业产品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 填补了国内空白 韩骏对企业在研发方面 取得的成就 给予充分肯定 要求有关方面 坚持以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扩大优质药品覆盖面 推动更多好药 放心药进诊所 进药店 进医院 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通话金马药业集团 是全国较早上市的 医药企业之一 韩骏详细了解 企业发展规划 要求有关方面 要在人才引进等方面 加大支持力度 支持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推出更多新产品特效药 丰富产品种类 通话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年来专注 长白山林蛙系列产品的 研究生产 韩骏仔细观摩企业产品后 要求支持企业 拓宽展销渠道 让企业更多的产品 进景区 进市场 首钢通钢公司 是北京市和吉林省 合作的典范之一 韩骏走进厂区 看运行 问读点 解难题 针对企业存在的电价过高 生态修复 投入较大等问题 韩骏当即表示 帮助企业加快计改步伐 推动企业开足马力生产 调研期间 韩骏对随行部门负责同志强调 要真正深入企业一线 瞄准生产经营关键环节 把制约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找出来 分析准 想企业之所想 办企业之所需 用好用足各项会计政策 千方百计解难题 抓紧制定出为企业办实事清单 把服务办到企业家新坎上 切实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安贵武参加调研 近年来 吉林省不断加快 深层次改革 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扩大对外开放水平 为振兴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眼下 在一级解放G7整车 智能工厂内 一辆辆最新一代解放G7重型卡车 正在通过自动化生产线 装配生产 按照设计标准 每年将有五万辆解放G7重卡 从这里下线 我们阶级智能生产线 用自导航小车 代替了原本的板式链输送 现在我们能够做到 轮胎自动装配率100% 装配合格率100% 关键工序监控率100% 就是这样一个高度自动化的智能工厂 不仅让一级解放抢占高端市场 占了先机 也让一级解放在生产环节的数字化能力 一步跃升到国内领先世界一流水平 而项目从开工到投产 仅用了18个月 在长春气开区创造出的项目建设记录 还不止这一个 年产200万条全钢紫五线轮胎的 吉林玲珑轮胎一期项目 从签约到投产仅用20个月 投资近80亿元的一期红旗繁荣工厂 从荒地起楼到生产出汽车 仅用时18.5个月 目前已经具备年产20万辆的生产能力 这也是全省上下深化放管服改革 全面提升营商便利度的坚定实践 重大项目从省一级延伸到区一级 都建立了服务秘书的保保机制 实行这个专窗 专审 专人专霸 做到哪地级开工 全城采取24小时不打样和上门服务 确保这个项目高质量 高效率的完成 2021年 我省以助力一期发展为重点 加快重点领域改革 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建立五级书记抓营商环境工作机制 实行企业开办 网上办 一天办 免费办 实现互联网加政府采购全覆盖 工程审批系统综合运行指标 稳居全国第一位 电子证照种类排名 跃升至全国第三位 88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 2021年 我省新登记市场主体63.6万户 增长50.6% 增速居全国第三位 总量突破300万户 今年我省继续开展 服务企业月 企业加日 民营企业评议政府工作等活动 深化财税金融改革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今年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是继续夯实我们数字政府的基础 往沿着两个工作方向发力 一个是优化提升变明变弃的各项服务 一个是利用数字化手段加强对基层执法以及政务服务的监督和管理 近年来 我省在各领域改革措施的推动下 开放的步伐也更加稳健 在浑春跨境电商监管中心 生活用品 服装 电子产品等大大小小来自中国的包裹 正陆续通过传送带 被运送至俄罗斯莫斯科 圣彼得堡 弗拉迪沃斯托克等地 目前浑春跨境电商实现了各类业务模式全覆盖 成为浑春外貌新名片 2021年 我们跨境电商出口也实现了大幅增长 我们出口的电子产品和服装受到越来越多俄罗斯消费者的欢迎和认可 2021年 我省外贸新业态亮点频现 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38.1% 进出口总额增长17.3% 实际利用外资增长16.7% 今年 我省将进一步释放开放平台功能 支持长春兴区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浑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等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甚化与央企世界500强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对接合作机制 推动产业链招商 补短板招商 平台招商 蚁商招商等多种形式招商 实现招商引资规模和质量新突破 冬奥热带动冰雪热 更多人爱上冰雪运动的同时也带动了冰雪经济 通话市把冰雪产业作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新生引擎 把新发展理念融入冰雪产业发展全过程 不断培植冰雪项目新优势 全力推动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焚雪是滑雪爱好者心目中的顶配 而通话域内可利用的坡度 雪质 雪量 风速等滑雪场建设的主要指标 均可以比肩世界顶尖滑雪场 在万峰通话滑雪度假区33条雪道 5条高速所道 6条摩坦 以及度假酒店 温泉酒店 特色商业街等配套设施的百亿级冰雪产业项目 正为滑雪爱好者提供高质量服务 整个冬季 该滑雪场日军游客接待量近4000人次 成为吉林东部地区的滑雪热度区 这里的滑雪场都是焚雪 那么就对于我们滑雪爱好者来说呢 就是特别喜欢 现在雪场每小时可以运送1.4万人上山 与长门山万达 吉林松花湖等国内顶级滑雪场相连接 支撑喜欢长门山冰雪留带 使滑雪爱好者来游玩更加便捷 如今投资约100亿元的通化冰雪产业示范新城 以盛装亮相在通化市区之南 旅游拉动 激活内外发展动力 离不开交通的支撑作用 去年 通化至青岛 通化经大连至三亚 西安至通化三条新航线先后通航 机场通航点已覆盖京津济 长三角 粤港澳等地区 年旅客吞吐量超12万人次 同比增长29% 我是从大连来的 到坐飞机呢 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下飞机之后啊 大概40分钟到一个小时 就到滑雪场了 特别的方便 近日是冬奥 通化市精准布局 冰雪产业示范新城建设和功能规划 配套建设了通化旅游服务中心 滑雪博物馆 滑冰馆 跳台滑雪训练中心 设计运动管理中心 越野滑雪训练基地等 并成功举办了多项滑雪赛事 通化作为冰雪旅游大环线重要节点城市 积极融入全省冰雪经济产业大局 谋划实施了通化冰雪产业示范新城 青龙山滑雪度假区 果松滑雪度假区 三个投资百亿级冰雪旅游项目 并从今年雪季开始 推出了冰雪加温泉 冰雪加康体 冰雪加红酒等冬季旅游产品 吸引更多的游客玩冰踏雪 今年一月份以来 通化市就接待游客571.6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约33.4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472.8%和410.5% 以冬季代四季建项目初发展 努力创新创造出新时代 冰天雪地条件下的新旅游新生活 让冰雪旅游成为通化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的冰雪名片 一通满足自治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创新探索拟课堂模式 把集中性文明实践活动比拟为课堂 用教育教学理论做指导 极大提升群众参与度和满意度 在推进拟课堂模式中 一通县打造了文明实践驿站 基金化整为零 文明经济N计划等创新做法 其中文明经济N计划项目 就是通过带动文明户干净人家 参与创业实现增收 我作为文明户干净人家代表 参与了做年豆包 又参与了种植毛虫水果萝贝 还有甜玉米 在拟课堂模式推出过程中 一通县集中活动突出课堂重点 志愿服务提升课堂年性 文化传承后执课堂底蕴 经常性组织开展门球 央个儿 广场舞等多种文体活动 把群众吸引来团结紧 同时打造了助力一亩田 温暖一个秋 以寻常路径让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等多个志愿服务品牌 其中我爱我家亲情共建志愿服务项目 被编入全国基层宣传部长 培训案例简报 截至目前 一通县已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八百余场次 二十余万名志愿者参与 服务群众百万余人次 从校园到乡村 从医学生到村医 他执着坚守默默奉献 二十年如一日 在田间炕头守护村民健康 也因此被授予吉林省 最美乡村医生荣誉称号 他就是浑春市 哈达门乡新华村村医 葛丽霞 现在怎么样 好点没有 我给您两个洗衣啊 是的 这两天得多注意休息 然后那个这样药一定要定时吃 作为村医 葛丽霞了解全村美名村民的基本健康状况 大家也信任他 谁有个头疼脑热的 总是第一时间找他 他也总是随叫随到 这样的好待会儿 我们可方便了 这就满足了 从医二十年 葛丽霞年复一年 日复一事 走村串户 为村民建立健康档案 完善重点人群信息 对慢病大病患者 进行专门健康管理 定期入户寻诊 送医送药 他每天在平凡的岗位上 默默地做事 用专业的医术 改善患者的不适症状 用真挚的情感 架起了与村民之间的连心桥 记者从今天了开的 2022年全省交通建设项目 开复工动员大会上了解到 今年全省交通固定资产计划 投资302亿元 截至目前 全省交通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44亿元 其中7条高速公路 16条国省干线公路 和3个农村公路 续建项目 均已陆续复工 全省各交通建设项目 备料人员返岗 征地拆迁等工作 已准备就绪 2月28号将全面开复工 根据复工需要 确定人员返岗计划 采取集中购票 包车运送等点对点的方式 提前组织人员返岗返工 目前现场已有 施工人员7000余人 2月底前 复工所需的人员将全部到岗 今年全省将有 两个高速公路项目建成通车 新增通车里程79公里 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 达到4394公里 国省该线公路将建成 4个项目145公里 日前 吉安市急环高速项目 全面复工 在急环高速02公区 五道领隧道出口施工处 接着看到 隧道已完成 左洞开挖226米 右洞开挖359米 同时 桥梁施工也在同步进行中 近十组蹲柱组成的桥梁 正在进行第六孔过孔作业 为确保项目施工进展顺利 几款高速指挥部 从人员返厂 疫情防控 复工节点 物资保障等方面 全力做好保障 从我们的半核站 我们就是采取集中供卵 保证施工温度 我们在工人进场前 提前排查 对地方进行报备 采取点滴档接送 保证人员在路程过程中 一些疫情防控方面的安全 据了解 2021年 急环高速各项建设指标 均位于吉林省 再建三条高速前列 综合进度超50% 为实现急环高速2023年9月 竣工通车奠定基础 日前 吉林化纤集团 15万吨碳纤维原丝项目 进入管道预制体安装阶段 目前通排风管道 预制安装已完成50% 仿司4号线已完成设备基础防腐 和室内管廊 钢结构横架工程 该项目总投资超21亿元 将新增12条原丝生产线 预计6月份实现一期投产 目前 吉林化纤集团已经掌握了 大丝树碳纤维独有的生产技术 此次新建15万吨碳纤维原丝项目 主要以生产50K 及以上的大丝树产品为主 将主要应用于 风电叶片 轨道交通 体育休闲用品等领域 为保障吉林石化 120万吨乙烯 一气新能源 吉林化纤等全省625个 新开工重点项目顺利实施 省安卫办决定 从2月19号至2月27号 在全省组织开展重点项目 开工前期安全生产指导服务工作 在全省重点项目开工前 相关工作组 至少到项目现场办公一次 制定相应安全生产指导服务分方案 成立工作专班 专项负责监督 审查 指导服务重点项目 帮助重点项目解决 安全生产方面的问题 并在全省范围内 聘请专家作为技术支撑 帮助重点项目随时解决问题 2月21号中俄浑春铁路口案 开始实行24小时通关模式 实行期间 共有7列国际联运列车 自俄罗斯卡梅沙瓦亚站 顺利抵达浑春南站 实现了浑春铁路口案 历史上首次24小时通关运输 据了解 春节过后 中俄浑春铁路口案 在12小时通关情况下 保持日军进口4列 单日最高进口5列的增长态势 进出口总量较2021年同期增长12.17% 为实现口岸购货量跨越式增长 浑春铁路口案 以路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 承载城市建设为依托 积极探索铁路运输发展新模式 在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 通过与俄罗斯铁路部门沟通协商 开展了此次24小时通关试行运输 为下一阶段实现24小时通关常态化 提供有力支撑 作为吉林省内唯一对额铁路口案 浑春铁路口案自2013年 恢复国际联运常态化运输以来 进出口货物总量实现连年增长 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过货量 共计1800万吨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2月22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 2月22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 初春时节炸暖还寒 长春市九台区的大樱头基地内 已是一派春意盎然 樱桃花桃花争香绽放 香气扑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